韓國瑜終於正式要出征了 然後他就決定從屏東開始 一路由南往北 做一個北伐的動作 然後直接準備席捲全台灣 今天他也正式的事實 我們來看他怎麼說 市長加油 市長加油 我在這裡鄭重的宣布 從明天開始 我將請假 全心全力投入總統大選 謝謝 謝謝 我現在要出征 我現在要出征 有一人要同行 愛有一人要同行 你同行絕不成 我現在要出征 我若是大不是 我總會回家來看你 看敵人不來欺負 我總會離開你 但國內沒的人 你都不要跑我 我所有要 我所有要 就一萬元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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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的政府 只會大砍 最守法 最聽話的軍工叫警銷 對 我們要退休金 的退休金和薪水 欺負 沒有反抗力的勞工 跟農民 以及庶民 一個政府 最後只會講酸話 恐嚇人民 請問當今民進黨執政的政府 帶給我們台灣人民 什麼樣的希望 立剛你看 現場非常熱烈 有幾百位民眾自動自發 就到現場去 其實昨天信任哥 我們的老朋友也在 直播上面號召說 希望大家今天去 但是他特別有講 10月15號早上10點30分 我們到高雄市鳳山行政中心去 等一個人 為他加油給他鼓勵 我們是他最堅強的後盾 不穿國旗衣市民大團結 為什麼要叫他不要穿國旗衣 並不是說穿國旗衣不好 而是因為現在太多人 給這些庶民貼標籤 所以為了避免染上太多的色彩 所以才希望大家用一般的服裝去 然後給韓國瑜支持就可以了 結果現在讓我們也覺得 很奇怪的就是 有一些我們的同業 比如說一位名嘴是我們的前輩 他在捷運上 他就遇到一個高壯的韓粉 跟他嗆聲 我必須說嗆聲 跟人家嗆聲的這個行為 本身是不對的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 你知道嗎 這位名嘴我們很熟 他個比我還高 然後他說一個高壯的韓粉 我就不知道這個人多高 不知道11900還是200公尺 我就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人家跟你嗆是沒錯 嗆是不應該的 可是這個人你怎麼確定 他是韓粉 這個人很奇怪 因為他有跟我講 但是那個治理行間 那個對方也沒有告訴他說 他是韓國瑜的支持者 也沒有說他是韓粉 所以你怎麼知道 難道都跟蘇貞昌一樣嗎 你們到底是火眼金金 還怎麼樣 一眼就可以定生死了 當然在這種場合 誰一定會出來 這個六小福一定要跑出來 他說你韓國瑜是五尺 他不是講五 是1 2 3 是五的五 五尺市長 然後說他們背棄高雄市民 叫說你請假不如請辭 要他跟高雄市民謝罪 我就覺得很奇怪 過去你們自己多少人代職參選 你們都沒有問題 現在怎麼又來要求韓國瑜這樣子 實際上 韓國瑜為什麼要來參加選舉 他當然知道 他是為了高雄而戰 為了台灣而戰 是為了台灣人民在做事情 他也早就有心理準備 這些一定會來酸他 一定會來抹黑他 高雄市三個副市長都是部長級的 行政經驗非常豐富 一定會盡可能維護 高雄市民生活服務的品質 這個一點 他們三個副市長都會全力以赴的 高雄市民不要擔心 市長沒有跑掉 我隨時有事情 我就會用消假方的 立刻就會回來 其實我真的覺得 拿這種請假去酸韓國瑜 真的本身真的沒什麼道理 因為我必須講不管藍綠 代職參選請假參選人一大堆 陳菊自己你請過多少試駕 你甚至你的質詢還不是一樣不去 你自己就走了 甚至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2014年當時登革日正熱的時候 結果陳菊一樣請假拼選舉 他說選舉是他 他輔選是他應進的義務 什麼東西也來 他不是一樣 然後2010年的時候 他11月11號起請假打選戰 他不是一樣都在請假嗎 為什麼當初你們不酸他 陳菊可以請假 韓國瑜卻不能請假 我覺得很奇怪 2008年更早的時候 一樣拉他一選舉 陳菊連輔選他都要請假 他不是自己要選 他輔選他都要請假 賴清德更厲害 賴清德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他234天不進議會 他老子不爽就不去 你又把我怎樣 他連假都不請 你能把他怎樣 所以他們自己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比如說陳其邁 這個號稱暖男的 實際上你去看去年 議會他到4月多的時候 就已經沒有在議會出現了 然後結果一直到11月3號 才辭立委 請教一下 那這一段時間 薪水他要不要退回去 半年多 是 你這段時間你有請假嗎 也沒有 對 為什麼當初 沒有人要求他請假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真正按照規章辦事人 反而被人家酸 你們這些不按規矩做事的人 反而大家說他好棒棒 台灣真的是一個沒有公理 沒有天理的社會嗎 但是我也必須講 現在其實更多的問題來了 我們都知道 韓國瑜準備要從屏東出發 然後他中間一站 會到小琉球這個地方去 小琉球他跟台灣之間 其實靠著什麼 就是靠著這種公家的交通船 之前有一個吉祥如意號 比較新的營運13年了 然後另外一個新泰號 營律26年 可是現在這個吉祥如意號 操到機械故障 已經被迫要淘汰 才13年 你就知道他整個操得多大 現在變成只剩下這艘新泰號 所以這艘就算26年的老船 也只好拖出來繼續走 所以現在小琉球很多民眾 希望韓國瑜造一艘新的公家的船 給他們 不然的話他們交通生活 都會成問題 可是問題來了 小琉球在哪裡 在屏東 問題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立法院長 我們的行政院長 全部都屏東人 你們都知道要政策買票 高鐵難言 奇怪 小琉球要一艘船 是要多少錢 你們為什麼不能給他 然後要逼著小琉球人 來去跟韓國瑜求 要這個東西 韓國瑜到現在還沒執政 所以你們就知道 你們三位屏東自己出身的 這些高官 你們會不會對自己的鄉親 有點汗顏 韓國瑜說 苦人不怕苦 只怕得不到溫暖 看不到一點希望 你們讓人民看不到希望 你們還想要人民的血票 這不是非常諷刺的一件事 各位三伯亞 我們看到韓國瑜在今天的 他的演說當中有提到 他說苦人不怕苦 只怕得不到溫暖 看不到一點的希望 明天韓國瑜要到屏東去了 但我們看到屏東的 在小琉球這地方有兩艘交通船 一艘已經是26年 一艘已經13年 13年這艘船已經 老到機械都已經開始故障 屏東的小琉球的人 只希望一件事情 他們希望說能夠有一艘 安全的交通船 能夠讓他們這樣子 往返台灣跟屏東 小琉球的島嶼之間 可是真正身為屏東的人 這三個人 他們想到的只有高鐵往南延伸 可是他們看不到一些庶民的苦 韓國瑜到了屏東去 從明天開始 他就要看到所有的庶民苦 幫庶民解決問題 這分作兩三個就這樣說 剛才我想要請教一下 這個高鐵是在丹水壁 做總統的事情事情 那時候在做屏東館長 總統你們倆 館長你們倆 高鐵延伸到屏東 2016年蔡英文就全面執政 任何他也你們倆 2019年才說高鐵要去屏東 這個旗心科技 再來小琉球的人 我常聽郵代在說 他在算韓國人 人少 人哪邊少往哪邊去 他在算你們小琉球 人少 票少 所以你們的交通準 登機以來沒收到東西 也算剛好而已 所以20幾年民進黨執政的屏東 根本不在乎這個交通船這麼舊 這就是你們 因為選票太少了 你們留給人的疲愛 你們留給人的純粹去招招招招招 結果 結果政府替你們做什麼 不管你 我立出公論 就是要大家做平靜 所以留給人 我要直接幫你們做報告就是 海國為什麼要去屏東 去抽選 去抽選 大家你們優待在算 都一定要很重要 買台要掛孝年 或是要萬家要受害 了解民謀 了解民謀 民生 公民所公 對著民生的訴求 才他做一個了解 不就是真的要面對問題 要解決問題 去香港 叫什麼好嗎 他就是對你們最先的所在 外賓黨埋 他沒有在關台人家 他就是要了解實質的政業 再來剛好 直接說一個最壞頂 他用林家欣 他臉書所說的 100006年 今天最近農委會 在插這個活動機的事件 插到那裡 我們會在 農委會是10000人而已 他算 含人數費用 掛幼稚 3300幾萬 林家欣英雄的臉書說的 開始要告進將事 起三倍 剛剛這兩人 有價值數有起三倍嗎 臉比九千幾萬 還有這種事情會發生 你們認為你們覺得 你們有得好賺錢嗎 再來 要拍我 說拍我 頭髮我都想都沒有 剛剛大家要想一想 這個目前社會 有夠不夠錢 還要騰車 人生的包括 開兩隻手機 包括土洛區 那叫做林業 做林業 是我幫你買這台車 新的 然後我分期分年攤體 到這台車變我了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算 對不對 就是我的分年分期攤體 我們的農委會夠厲害 兩隻新的七年 早上做十七年 七年跟人做十七年 做了 我們還沒有 我們要有優先款而已 這裡的分年計 還可以專家 你不可以 還可以賺錢 還可以低減專家 這有夠奇怪 這到底是什麼情形 而且十億跟十七億 差十億 我再做一個最簡單的比較 韓國近年做一個好賞 花兩億五千六百萬 在做什麼 公託幼稚園 兩百塊兩班 十億還可以幾班 八百萬 一班二十五個學生 二十五個學生 二十五個幼稚園 開來的學生 剛才可以做一個幾萬人 你自己天下 到處去算 這學生有多大好處 才會不會把這十億 拿來給我們的優先 這樣夠用 所以在這裡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自己本身 把這裡分拐了 分期分拐了 車變我們的 農委的發言機 變白人 是啊 所以我覺得 有這麼合理合作的事情 我實際上都沒有 我們不是說你怎麼 但是這必須要把民眾交代錢 尤其你這裡開兩車輸機 自己造輪車輪都輸機 你怎麼去好好的 整個市場 整個錢是怎麼開的